歌手陈生生州在高雄开场,会后举行进攻讨问,透露新专辑《琥珀》正在筹备中,透露想找蓝星梅录音,合作,只说她是最爱的妹妹。 至于刘若英呢,陈生子马上说,刘若英不是女朋友吗?怎么是妹妹,对此刘若英20日在脸书一次对此事回应,师父喜欢说笑,作为徒弟,以前觉得好笑,这次只能苦笑,陈生玩笑称刘若英是女朋友。 出资料照,陈生透露正在准备新专辑,不过她说,我最近事情做完,打给蓝星梅想找她合唱,两天都不接电话,原来新专辑歌曲中,想找蓝星梅录音,合作,但目前都尚未获得回信,只说她是自己最爱的妹妹。 至于刘若英呢?她马上说,刘若英不是女朋友吗?怎么是妹妹?两人曾被传出一段情。 虽是无心玩笑,却也引起讨论,对此,刘若英20日在脸书发文,幽默感不是人人都有,更何况有时候会伤人,开玩笑有时候别人会当真,徒增烦恼,师父喜欢说笑,作为徒弟,以前觉得好笑,这次只能苦笑对于玩笑。 大家别认真,一日为时,终身为时,一对此事无奈回应。 陈琛透露,想拍电影计划已久,目前想好剧情是以台湾出发,一张画大方为基本概念的科幻片,目前设定片名为《图产金刚》。 女主角想找郭书要饰演,与她搭配的男主角是黄林玉儿子,话锋一转,她突然隔空喊话蓝心,没,管是总经理等人各捐千万投资。 搞笑对媒体说,要大家帮忙传播消息募资,电影就是要亚俗共赏。 目前,我觉得国天最好看是海角七号,其他的都卖假了。